当身体的青道夫肾脏宣告罢工 生命将会面临何种挑战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渗入探讨肾衰竭这一严峻的健康问题 它是如何悄然而至 又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发连锁的危机 什么是肾衰竭 肾衰竭是指肾脏功能丧失 无法正常执行过滤废物 多余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等功能 当肾脏停止工作 体内毒素会积累 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 肾衰竭有几类 肾衰竭主要分为两类 急性肾衰竭发生迅速 可能由于严重的血流不足 脱水、药物过敏等原因引起 慢性肾衰竭进展缓慢 通常是由长期疾病如高血压 糖尿病等导致的持续性肾脏损伤 各种肾衰竭的特点是什么 是怎么引起的 急性肾衰竭可能由于突发事件如心脏停跳 大量失血或急性脱水导致肾脏急剧缺血 慢性肾衰竭则是由于肾脏疾病或其他慢性病条件长期损伤肾脏 肾衰竭并发症都有哪些 肾衰竭的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 骨质疏松、神经系统损害 营养不良、贫血和免疫力下降如何防范肾衰竭 控制血压和血糖水平 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和适量运动 避免过量使用对肾脏有害的药物 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 特别是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如何控制肾衰竭 遵医嘱对症下药控制基础疾病 保持良好的水分和电解质平衡 透析治疗以帮助清除体内毒素 对于合适的患者考虑肾脏移植 对肾衰竭患者有什么建议 跟随医生的指导建立治疗计划 了解疾病、自我管理 改善生活习惯如戒烟和限制酒精 营养支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饮食